看看新闻网 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都说豪门的日子不好过 但2008年嫁给马来西亚富商朱兆祥的胡敬 过得那叫一个游人有余 首先婆婆是她的大粉丝 然后在马来西亚因为她有 她有一个频道经常会放一些中国的剧 然后正好我的之前拍的戏 就很多古装戏在那边播 所以她看她挺喜欢看的 因此每当胡敬拍戏结束回到马来西亚 都得参加一个特殊的聚会 那便是召集了胡敬娘家人和夫家人一起的大派对 而组织者竟然就是她的婆婆 而至于和丈夫的关系 那更是保鲜有方 不要以为有钱的老公不可靠 像和平常夫妻一样 六年里胡敬和老公也会争吵 但每次都在12小时之内 用一个吻全给化解了 这还不止别人的结婚礼物或许是一件饰品 而胡敬收到老公给她的结婚礼物 却是马来西亚拿都拿丁的荣誉 是当地的一种终身荣誉身份 尽管这个荣誉并没有实际权利 但是却是十足的地位象征 然而奔波于两个国度的湖境 最让她心痛的或许就是和儿子的疏离 前两天她刚刚走 然后她走的时候第一次哭了 就以前她来探班 她离开的时候她不会哭 就是她会很开心 拜拜我要回去了 我要回吉隆坡了 然后这次她就铺在我的肩上哭 把脸藏起来哭 就是背着别人流泪 像个小男子汉 然后我看到她这样我也很伤心 如今已经五岁的小男子汉 保护妈妈的愿望不是一般的强烈 有时就连闺蜜和胡静半嘴 她的儿子也会大声地说 不许你这样推我妈妈 小伙子好样的 娱乐新天地 胡静热人嫉妒编辑报道